这是1996年甲A联赛的一幕 高峰突入禁区之后 被施连志踹倒在地 不过主裁判竟然没有 直接出示红牌将其罚下 随后 小将南方在右侧送出长船 提球在禁区附近经过解围之后 9号王涛随即的停球调整 一气呵成 只可惜最后的临门一脚 偏出了左侧立柱 北京国安队随后 通过一次绞球机会攻入了一球 12号胡建平的射门 在经过干扰之后 硬升入王 不过被边才举其示意越位 上半场比赛 国安队通过两侧的船中 多次创造出破门两季 不过前锋在把握机会方面 稍微的欠了一些火候 下半场一边再战 国安队在前场的攻势不减 卸风形成突破后 送出船中 不过门将施连志 这次的出击摘球 非常的稳健 随后 主教练金志阳 做出了人员调整 换上18号高红波 继续加强进攻 这次的换人调整 收到了立竿见影的效果 上场之后 仅仅5分钟 高红波接应 曹县东的传球 用脚弓将球端进了球门 帮助国安队打破了比赛的僵局 落后的天津队在前场努力的寻找机会 不过球队的进攻很难威胁到福宾镇守的球门 阵型的前压反而给了国安队很大的反击空间 这次是7号卸风在中场完成断球之后 利用出色的爆发力在右侧形成了突破 最后在进区右侧起右脚低射将比分扩大至2比0 随后国安队的前场三叉戟主导了球队的第三例进球 高红波接应曹县东的回敲之后 向右侧送出长船 11号高峰抓住机会帮助国安队再下一场 国安队在下半场的战术打法与上半场如出一辙 基本上都是通过两侧的斜长船来创造机会 这次是小将南方完成的甩头攻门被施连制奋力扑出 比赛临近尾声 谢昭阳制出界外球之后 国安队在前场形成了反击机会 这次依旧是高红波在左侧送出关键传球 11号高峰用一脚非常高质量的凌空射能 将比分最终锁定至4比0